届海峡媒体峰会由旺旺争实媒体集团跟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举办 邀请了两岸四十多家媒体近百位代表参加 今年的主题就是深化媒体合作 双方认为两岸往来越来越频繁 不过媒体合作上头还是诸多限制应该要更加开放 第五届海峡媒体峰会今年在台北召开 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是福建日报报业集团的社长蔡小伟 带领着二十多家大陆媒体代表与会 而台湾方面则是有旺旺忠实媒体集团主办 双方就如何深化合作讨论 中国时报社长王美玉更点出台湾许多报道在大陆都看不到 希望双方都能够以更开放的态度让民众获得知的权利 特别是在新媒体如此发达的年代 这也是对传统媒体的一种保障 内容是很贵的 但是我们在内容的制造过程里头 不断的被新媒体拿到它的平台上去刊载 它是free的 所以这是不公平的 而在面对两岸媒体互设常驻机构部分 台湾方面都希望政府能尽快松绑 与会的海经会董事长林宗生也表示会居中协调 创造最大的互利双赢 记者吴明山 王晨伟 台北采访的